马来西亚作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具备多项优势 为企业提供了宽阔的发展机遇 首先就是地理位置的优越 马来西亚位于东亚南地区 地理位置优越连接着东亚和南亚 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心相连 其警铃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 使得马来西亚成为重要的海上航运枢纽 这个战略位置使得马来西亚成为 国际转口贸易的理想选择 能够更方便地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往来 第二就是发达的基础设施 马来西亚拥有现代化的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网络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性 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 加快了交货速度降低了物流成本 此外马来西亚还建设了一系列的 特别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 为企业提供到了更多的便利和优惠政策 第三,马来西亚拥有多样化的经济结构 涵盖了制造业、电子业、石油和天然气、农业等多个领域 这种多样性为企业提供了广泛的贸易机会和合作伙伴的选择 无论是原材料的供应还是成品的出口 马来西亚都能满足到不同企业的需求 并且为企业提供到更多的贸易选择 第四,自由贸易协定的优势 马来西亚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 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些协定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更低的关税必保 例如马来西亚与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第五,人力资源的优势 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劳动力的数字较高 这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供应和技术人才的支持 使得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在马来西亚建设高效的生产团队和研发团队 此外,马来西亚的劳动成本相对较低 为企业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供了优势 多元文化和语言的优势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国家 拥有马来华人、印度人等多个民族 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社会 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此外,马来西亚居民通常掌握了多种语言 包括英文、中文、马来语 便利了国际商务的交流 基于以上的优势 马来西亚转口贸易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机遇 企业可以通过与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 开展贸易活动 获得更多样化的产品、供应和市场扩展 同时,马来西亚的政府积极推动我们的转口贸易发展 提供各种政策和支持措施 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 这一期就是一马海外的所有视频了 我是一马文,带你了解真实的马来西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